演唱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饮一杯 抬白衣蜂 少年子弟的挥洒 一如我 曾在江湖 偶遇你试尽了牵挂 你往昔 肖像也与众 我好奇的肩膀怒炸 终究是挥洁难断 思念你的心软如鲍 却与愁沉重的无一副家 爱与恨在心中来回厮杀 若这般插念 都不留片下 断绍人为何要 牵挂心事在天涯 与众人为何要 我一溪 你知不知 我一溪 是 你知不知 你知不知 双双姑娘已经回房了 绿爷吩咐 请高老大选一位新来的姑娘 代替双双姑娘 好 那就凤凤吧 老沫 给凤凤打扮一下 随冯约去孙府 是 高老大 这是绿爷为老婆选的侍妾 你是不是应该慎重一点 凤凤前天才来 符合绿爷的要求 怕是光幻之后 出身比双双强多 若非不得已 现在还是大家小姐 当老婆的侍妾 还有些稳局呢 回去告诉绿爷 只要是快过临去的人 结果都容量了 绿香川和老婆 还在孙府等着呢 一样 大姐 这是怎么回事 绿香川以为她最懂老婆 她完全不知道自己错的有多厉害 最懂老婆的人 是我 我以为你在孙府的内线已经断了 没想到还有人在 你是说冯昊 不是 老婆 老婆 我是香川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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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凤凤姑娘带来的 已经详细检查过 凤凤姑娘 请进吧 等一下 头是要摘掉 鞋也脱掉 是 相传告退 你是出身于官幻之家 是 家父曾官至户部副室 户部副室 那是入了巢的 那都是旧室了 你为什么会到快活陵 不去那里 就要被卖作官妓 高老大买下我 但我很好 如果一定要卖身 我相信高老大为我选择的那些人 会好些 你知道高老大是什么样的人吗 我两天前才见到他 坦白说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只是直观地信任他 只是直观地信任他 那是什么样的人 那是什么样的人 你怎么能够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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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高老大教你的 他没教我很多 还来不及呢 还是高老大动得我的心思 心魂 宝宝玩累了 让他先睡一会儿 我们先吃 你又走了 我本来打算天亮再走 但夜里赶路会凉快一些 其实我很早就明白 你不会习惯这样的生活 一走 我不会怨你 你以为我要离开你 离开宝宝 离开我们的家 我不敢想 我也不想知道 那就不要想 更不要 照你以为的方向去想 我一定会回来 没有任何人 任何事 能阻挡我们在一起 那你为什么要走 那你为什么要走 我要去找一个人 谁 柳香川 前两天 我在你面前提起他 你当时就不对劲 但我并没有多想 日子过得太舒服 有些警觉也都迟钝了 那天晚上 你就不停地做噩梦 仿佛在梦中 有人在追杀你 羞辱你 仿佛在梦中 有人在追杀你 羞辱你 你 你 不要过来 你这个魔鬼 你这个魔鬼 你想这 你想这 不是 我那时候才明白 那个人 那个折磨你 羞辱你 毁了你一辈子的人 就是吕行川 你一定是听错了 其实我早就该想到 只有他有最多机会 可以接近你 只有他 会让你这么绝望无助 但我还是不懂 为什么你不愿意 告诉老伯 你知道 他和我爹的关系吗 全天下都知道 爹所有的秘密 他几乎都知道 几年来 孙府的大小事情 也都是他在管理 爹对他的信任 超过对大哥的 但你是他亲生女儿 他 那个人说孩子不是他的 对我爹来说 这就是事实 不管我怎么说 都是在诬陷他 老伯不是那么糊涂偏听的人 他一定有非刑律 相传不可的理由 所以你也觉得 是我冤枉了那个人 不好 但我相信 这中间有误会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误会 以至于 老伯宁可信他 而不能信你 我今天来救小卫 吕香川 有没有非理过你 那不叫非理 叫强暴 他强暴我 所以我才会未会生死 就算他强暴你 那个孩子也不会是相传的 因为相传就不能生育 大哥说 吕香川不能生育 他的吩咐 我只违背过一次 就是没杀那个人 他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大哥说要去查清楚 但他没来得及 你想到什么 我觉得 相传并不像我以前认为的那个人 我觉得他 吕香川有二心 大哥说 他有二心 难道 难道我大哥是他害死的 我不在的时候 不论谁来找你 跟你说什么 都不要相信 也不要离开 吃过东西再走 报仇的事 等我回来再告诉你 也许 吕香川 真的不是孩子的父亲 尽魂 惊魂 我相信你 但有些事 也许你自己都不知道 我得走了 你要去找那个人 对 而且要快 为什么 记得老伯跟我说过一句话 只凭路漫天一个人 没那么大胆子敢背叛他 眼下质疑 路漫天的背后还有人 你准备那个人是 就在老伯眼底 他能对你做出那么卑鄙无耻的事 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他之所以没有动手 也许是有些目的还没有达到 但当老伯身边的人 都不在了 只剩下他的时候 就是他动手的时候 现在 那我的身边 已经没有人了 那 我爹他 我只希望 现在还来得及 那你一定要尽全力 我爹 爹说过 那个人的暗器很可怕 你要当心 父父 我用的是七星针 陆家的七星针 是你说过的 陆万天的七星针 连唐家的制毒毒极力都被比下去了 毒极力尚且有解药 七星针却无药可救 我的记忆没错吧 你什么时候听我说错过话 没有 从来没有 所以你现在无药可救 你为什么还不动手 我急什么 你现在跟个死人没多大差别 而且 我好想看看你好奇的模样 想不想知道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我和赵伟之间的争执 是在你搭上他之前呢 还是之后啊 我打定主意以后 再设法搭上万鹏王 赵伟不是你能利用的对象 我利用他让你觉得孤单 让你需要我 依赖我 等你把一切都交给我的时候 我才能够取代你 你不就这么做了吗 他会在你自以为算计了他之时 整锅端走 无所谓 一旦我成为了孙府的主人 我有的是本钱对付万鹏王 就你一个 当然都是 好奇了吧 我种的是什么毒啊 不是毒 是谜药 是无嗅无味的 软骨散 我疏忽了 风主穿的那双鞋 我们幽草 那也是你舅舅的好东西 现在知道我舅舅的好处了 你该更重用我舅舅 让他不需要有二心 陆曼天没这个胆子 有二心的是你 你早该这么想 我想到了 在杭州八方客栈那回 我就看出不对 当时你本该伤得不轻 但你却能紧握蒋四的手 你在客栈被俘虏 方刚本可以杀了你 至少也该挑了你的手精 让你今后不能再使用暗器 但是你却只受了轻伤 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 但仍想着 不至于如此 人真是不能一时心软啊 不错 绝对 绝对不能心软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好活的是我 将死的是你 老伯 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 你对我确实是倾囊相受 我不曾漏掉过 你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情 记住你说过的每一句话 但是你却忘了 你自己却忘了 什么 永远 永远不能相信女人 是啊 你和高老大联手 而你算出 我不会接受他送的第一个女人 也算到 我要找一个出身良好的女人 凤凤给我使了一个眼色 我就知道高老大 已经安排妥当 高老大 对 这个懂你 又恨你的女人 高老大 你们两个还真的可以 在我面前演了这么多年的戏 能让所有的人 看着你们彼此憎恨厌恶的样子 谁都以为 你们完全不能容忍对方 我们不但容得下对方 还携手合作了很多事情 比如 杀孙剑 决定了吗 老的 小的 所以 杀孙剑 也是你设计的 从地形上 我分析图城是为 孙剑而来 没人知道 孙剑在严平镇 但他知道 孙剑一定在你两个时辰内 就能照到的距离之内 万鹏王 万鹏王这点情字还是有的 因此 图城就选了一个中间点 他在等什么 他在等人告诉他如何找到韩唐 我信誉相传 当然 这我不敢鞠躬 这全是高老大的能位 他要孟心魂去找韩唐 顺便提一下 孟心魂就是秦忠廷 你忠义的女婿 她其实是高老大手下 最出色的杀手 她的追踪寻人本事 无人能及 孟心魂找到了韩唐的下落 高老大在说服万鹏王 派人对付韩唐 在我为你传话前 韩唐就已经死了 要高老大怂恿你杀绿香川 这才是我的主意 除掉了八个万鹏王 他还是在夜之下 但是搬到了你 他就可以跟万鹏王平起平坐 孙剑的死 和绿香川绝对脱不了干系 就单凭这一点 他挑进黄河也洗不清 表面上你对高老大 第一方很深 但是骨子里 你却很相信他的话 你太自信了 认为女人 怎么可能算计得过你呢 我是太信他 所以派你去杭州 也就中了你的计 这么说来 灵秀是万鹏王的人 你早就知道了 不 我不知道 我要是知道 就不会那么对待他 因为灵秀 我现在已经不能利用万鹏王了 我当时确实需要一个替罪羔羊 所以我故意要他养鸽子 所以我故意让冯昊 把鸽子带到你面前 让你怀疑灵秀 所以冯昊 是你收买的 不错 不是每一个跟你从关外老家出来的人 都对你忠心不二 明白了 该不会 你连你自己的舅舅都要算计吧 这个部分完全是个意外 他可以不必死的 是他太低估了孟星魂 绝对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这句话也是你说过的 舅舅他没记住 所以丢了性命 这些算计我都可以理解 要成大事 总是需要一些非常手段 但是 你为什么 你问我为什么 你问我为什么 是 为什么 我自认待你不薄啊 待我不薄 是 从小我无父无母 你收留了我 把我留在孙府 你收留了我 训练我 栽培我 把所有最好的一切都给了我 把所有最好的一切都给了我 你知道我有多崇拜你 你知道我有多崇拜你 如果可以 我好想一生一世 永永远远远地追随你 你投在孙剑跟小蝶身上的眼神 我也好渴望拥有 是 那种眼神 可以让我知道 我是被在乎的 被一无反顾 毫无条件地爱护 所以我总是低头咬牙度过 所以我战战兢兢地不犯一丁点错误 照顾好孙府的上上下下 但是 但是那样的眼神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你一直把我当成一个杀人的工具 一个游走江湖的棋子 在无数尔虞我诈当中不停地被牵制 你是在利用我 我是人哪 我 我不是狗啊 我不能 我不能永远摇尾祈求你们的施舍 等待你们最后把我当成一家人来看待 是孙剑的无伤让一切都有了答案 我才不会是你们的自己人 你给他的更多过于给我的百倍 就是这样的惨事 毁了我仅有的自尊 跟我终身的幸福 我最终成为一只被阉阁的狗 你怎么能原谅他这样的伤我 当时当时我认为你的伤还有救 如果你愿意我当场要求孙剑自攻 我都会答应 你会吗 会吗 会 而且我并没有因此而看清你 我还把小蝶托付给你 他愿意嫁给我吗 他愿意嫁给我吗 一个不完整 怎么能够让他爱我 你是在折磨我 若他爱我 他又怎么能够带着我对他的爱 去把身子交给另外一个人 就算他怀了别人的孩子 我也愿意好好照顾他一辈子 请他说出那个男人是谁 我可以不计前嫌 心甘情愿地跟他终老一生 但是他一样伤我 他宁愿伤我 也要保护那个男人 就跟你们父子一样 欺人抬身 把我紧闭到退无可退的地步 为什么非要让孙剑去找赛扁雀接我的伤疤 为什么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律上船不能生育 为什么 所以你非杀孙剑不可 孙剑毁了我 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我从小既然篱下忍气吞声学到的不是屈服 而是征服 只有当我征服了你 征服高老大 征服万鹏王 只有当我征服你们每一个人 你们才不敢呼唆我 你们才会正眼把我看成是一个人 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顶天立地 只因为一个不会武功的小蝶 你 你算是个男人吗 孙玉伯 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 你当然敢哪 那最好不要乱动 那最好不要乱动 这样七星针的毒性会发作的慢一些 能多活一课总是好的 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奇迹出现 这话也是你说过的 对吗 只可惜这回你又错了 这次绝对不会有奇迹出现 我还常说一句话 你今天一次没提到 哦 哪句话 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 你刚才说 我绝对逃不走 难道你还有法子离开这里 孩子啊 这几年你一直相信我 因为我的话 绝对不会错 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太迟了 哼 老公 能走吧 能 能 阿舅 辛苦你了 等了二十年了 却从来不希望这一天 真的到来呀 好 快 快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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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儿 鱿儿 找 你给我找 一定要找到 找什么鱿儿 他 他就这么不见了 不见了 老 老婆不见了 这 这张床 我检查过无数次 就是一张普通的硬板床 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机关 我不是没有想过 它会从床上逃走 所以我一直盯着它 一直盯着它 它 它 它只不过动了一下 只动了一下 我怎么会那么舒服 我怎么会 把床板给我砸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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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人进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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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二十年了 一直都是这样 当大家在用晚餐的时候 她喜欢一个人独自在花园里 所以我想让她这顿吃得好一点 从一到福利来以后 老婆喜欢你的手 她的晚餐都是你在打理 每天这么新闻 我很过意不去 我很愿意为老婆这么做 那么多年 原来夜宵是为了守地道的人准备的 你早就想好了这条推路 在给孙夫的时候你就想到了 天哪 都快二十年了 每个人都一定要为自己准备好一条最后的推路 你也许永远不会用当 可是你还是要准备 看来你还是没有完全的信任我 还留这一手 记住 永远不要把你所知道的 全部交给别人 有一天他学会了 说不定会拿来反击你 至少要留下最后一招 这一招 这一招往往会在最必要的时候 救你的命 你的话我怎会都记得 而最重要的这一招 我却反而忘了 刘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晚 这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是 那三组人都出发了吗 是的 接到命令以后马上就出发了 还有八个人都是老婆的贴身护卫 把那八个人带去老婆的书房 是 大姐 已经为有心事 什么时辰了 害时刚过 那早该得手了 怎么还没有消息 你在等什么 我在等一个重要的消息 等很重要很重要的消息 在等一个重要的消息 你一定要设法 让老公靠近你 这种阳公伞无色无味 只要绣进去一丁点 功夫再强的高手 至少也能闺迷半个时辰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每过两个时辰 就付一次解药 直到你进入孙子 我一定能进去吗 你一定能进去 我呢还会在你的鞋子上面 脱上阳公伞 但是老婆一定会让你脱掉鞋子 恐怕时间不够 所以你记住 一定要让他靠近你的头发 剩下的事 就交给绿香川呢 不应该有问题 奇性毒症 虽然毒性发作得很慢 但是绝无解药 必死无疑 你是说 老婆